好 吃了温馨的便当之后呢 还是要搜收拾残局 同样是在铺子呢 这里有很多的香瓜田都泡在水里 其中我们的记者采访了这位85岁的老太太 她是跟农会借了30万租地种香瓜 这是她的希望所在 那么她希望呢 最近这个中原普渡香瓜的价钱相当不错 从一斤30元涨到50多元 她希望呢 卖掉这一批香瓜之后呢 可以还掉她的贷款 但现在一切都泡汤了 瓜田淹水 她辛苦栽种的香瓜全部泡坏 面对镜头 眼面痛哭怎么办呢 她说老伴还在住院 连医药费也没有找到 都泡在水里里了 这就给人家洗了 就要收成的香瓜整个泡在水里 阿嬷的亲戚一脚跳进田里 要赶紧帮忙抢收 但先手一捞 香瓜几乎全烂了 看到辛苦栽种的心血 整个泡汤 阿嬷猛垂心脏 眼面痛哭 家义朴子八十五岁的陈阿嬷 跟农会贷款三十万 租地种香瓜 身体不好的她 腰都植不起来了 趁着棍子下田耕种三四个月 眼看就要收成了 却遇上台风瓜田全毁了 老伴又生病住院 医药费和贷款都没着落 老人家脑袋一片空白 不知道未来该如何是好 香瓜原本产地价格 已经三四十元 最近中原普度已经涨到五六十元 阿嬷原本寄望香瓜收成 卖到市场可以还掉贷款 但如今全毁了 连老伴的医药费都没有着落 让老人家真的是欲哭无泪 中天新闻 张欣颖蔡中讯 包经营 SNG小组 嘉义报导 阿宇